哈喽大家早上好 现在已经是早上的10点52分 我现在又来到了广西玉林市的电台这边 电视台 今天又有一个采访 所以刚才兴冲冲的 一直骑着电动车 骑了大概40分钟才出来 现在准备要去跟之前的那个主持人联系一下 说我已经到楼下了 这边就是玉林市电视台的一楼 广播电视台 电台都在这里了 玉林市荣媒体中心 玉林广播电视台 我姐不陪我来了 来入个镜 这就是风格 多多多 要多久啊 很快的 就两个问题吧 就两个 我看着特别为难了 那两个问题 都为难了 我大概问一下 哪有可能 你这是一个平台吗 哦 抖音 不抖音 那个是字节跳动 它有三个 三个视频 视频网站 这边就是小化妆仙 是吧 嗯 看到这里的朋友也许很好奇 莉莉 你这次来电视台 又是参加电台节目吗 实际上不是的 这一次来电台是参加一个采访 通过录音的方式 后期会把剪辑好的音频 放到电台播放 这不属于电台直播 这次的采访主要问了两个问题 2021年的短视频经历和收获 以及2022年的想法和计划 跟我们打算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莉莉 那莉莉我想问一下 在去年你经营这个抖音的这个经历 跟我们简单的谈一谈吧 简单谈一谈 就是其实抖音 嗯 它其实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个平台嘛 我们早期的话 一般跟的是一个中视频 也就是五六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 抖音我没有说特别专注于去看那方面的评论啊 浏览量啊 点击量等等 后来是直到去年 2021年才开始去看抖音这一块 嗯 后来这一年呢 我感觉也就在抖音上面慢慢的播放量也起来了 然后也有一些粉丝会经常去看我的视频通过抖音这个平台 然后会给我留下评论 我从去年才开始 我慢慢去经营回复粉丝的评论啊 看一下抖音上面怎样能够提高自己的流量啊 就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去看 那去年最佳的作品还记得吗 最佳的作品 点击率最高是哪一个 点击率最高 我之前就不得不提 我去桂林的那一期还是属于跟人相关的 价格相关的嘛 桂林米粉两套价格的那个视频是点击率 还有那个市场反馈率是最好的 它在那个抖音上面的播放量也达到了十几万吧 就它的一个评论量非常非常高 就很多人给我反馈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的内容其实是大众特别关注的 因为跟人相关 之前的时候我去桂林 其实我在桂林待了四年 我也没有感觉到有两套价格 我一直以为啊 学校肯定就是便宜的 学校外肯定就是贵的 但我没想到学校外其实也可以很便宜 但是那个只限于本地人 或者说说的贵流化的人 但是我们这种说的普通话的 那它就是另一套价格 那我就觉得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情 大家肯定也挺关注的 应该有很多外地人去旅游 其实也有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等我说了这个事情啊 那他们知道了 下次他们就有那么个经验 就可以说我找一些比较地道的店 能够减少他们一些不必要的花销嘛 其实像那个桂林米粉 其实只是我说我拍出了视频 但实际上其实还有一些消费啊 像租自行车 我在清旅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是柳州人 他也不是桂林人 但是因为他们说的都是桂柳化 是一样的语言 那他在去租车的时候 租那个电动车 那他只用20块钱 但我租的话可能租到40 而且还是要讲价 才能讲到40 他把压根不用讲价 所以就 就太多太多类似的一些 对 太多太多类似这种东西 你有想过 还会往这方面去做一些视频吗 嗯 老实说 我觉得像揭露一些社会 一些问题 这种东西吧 还是得看机缘巧合 我去桂林旅行的时候 我可能会发现有这个东西 我可能说我就去拍出来 但是生活当中有很多种东西 那我当我留意的到 我可能就会拍 当我留意不到的话 那我可能也不会说刻意的去往这个地方去走 因为其实这个视频有点就是说 触犯到了桂林本地一些他们那些所谓商家的利益 所以我我爸妈跟我说 你这种东西你可以拍 但是你一定是要延后播出 也就是说 当我人不在这个本地的时候 再去放这一段视频 要保证我个人的一些安全 嗯 对 好了 我现在呢已经下到一楼了 刚刚已经跟风哥聊完了 那个收音收完了 我就该回去了 等一下去逛一下街吧 也没什么特别的活动了吧 嗯 这边就是电视台的停车场 其实我一直以为啊 电视台应该很多人都开着大车 所以我一来啊 果然是小电驴的城市啊 好多人开着小电驴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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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们现在赶紧回去吧 有点冷 先去逛个街 啦啦啦啦啦啦 这边就是电视台的门口 不像小电视台